大家好,欢迎来到护江俄语课堂,我是主讲员,亚娜。 大家好,欢迎回到护江俄语零起点语音课堂。 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学完了所有的俄语语音的基本内容。 在学习语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接触到了零星的俄语词汇知识。 掌握了语音基础知识之后,许多小伙伴是不是觉得更加的不满足了呢? 翘首盼着更高的目标。 不要着急,我们心中有远方,但也不要忘了回头看看我们走过的路。 今天是我们语音的最后一次课,那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这段时间我们都学习了哪些内容。 在总复习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对上次课的内容做一个小小的复习。 首先是形容词词尾的读音,表示阳性的形容词词尾有 而表示音性的词尾有 表示中性的词尾有 表示复述的词尾包括 亚、亚、亚、亚 亚、亚在词尾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弱化 比如说 克拉西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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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内容就是 音音符号 Tvordesnak 和软音符号 Nergisnak 这两个字母本身是没有发音的 它们起到的作用就是 隔音 比如说 Abysnat Simiya 第三个内容是 反问句语调 当我们在回答别人问题的时候 可以利用重复对方问题的时间进行短暂的思考 在重复问题的时候 这个句子就要当成反问句 那反问句就要用到调形三 调形在最后一个词上面 比如说 Skajit Zibark Zibark Wantam 现在呢 我们还是来梳理一下最主干的语音知识 它们主要包括 俄语的原音和辅音 原音的弱化 轻辅音浊化和浊辅音轻化 硬辅音和软辅音 辅音连这儿的读音 还有前置词和后面词的读音 首先我们来看俄语的原音和辅音 俄语当中有六个原因 三十六个辅音 它们分别是 原因 A U U I A U B P Z T G K Z F F H M N L R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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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T G T Z SY B F HI 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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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 RY Z Z S S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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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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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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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y Nya Nyo Nyu Nye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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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yo Nyu Nye Nyi Lya Lyo Lu 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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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ya Lyo Lyu 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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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y Ly Ly 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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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y 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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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y Ry Ry PA PO PU PE P PIA PIO PIO PIE PIA PIO PIO PIE PIE B BA BO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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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 Bio Biu Bie Bia Bio Biu Bie Bii Fa Fu Fu Fe Fy Fia Xio Xiu Fie Fii Fia Xio Xiu Fie Fii Fa Vovu 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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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 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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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姬、九九、九八中 季ань、九八中 tweets 沙、五八中 cod、九七中 季 catch 叙 瞬 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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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のは自告 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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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 果,忽,结,忌,哈,呼,忽,贴,忍 接下来我们要复习一下原音弱化 与原音的弱化几乎每节课我们都在说 但今天还是要再完整地复习一遍 原因阿,呃,在非重读音节需要弱化 如果是在中音前的第一个音节或者是在子首 那么AO就要进行一起弱化 读成短而弱的A 如果在这些位置以外的非重读音节上面 那就要读成更短更弱的A 我们来读一些单词强化一下AO的弱化 Moskva Concert 1 Otec Zavtra Kniga Slovo Povar Sahar Gorod DELAть Sлушать Kомната Karenдаш Kосмонавт Magazin Malago Hraso Gorrit Potamu 除了AO的弱化呢 还会有AE的弱化 它们的弱化规律和AO是完全相同的 只不过读音不同 一级弱化要读成介于E和E之间的音 而二级弱化就要读成更短更弱的E 好 我们还是来通过单词感受一下AE的弱化 4 6 6 7 7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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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9 10 10 Очень Очень Вечером Телефон Перерыв Понедельник Общежитие Отвечать Воскресенье 8 9 9 10 9 10 10 10 15 10 10 11 10 10 10 那是你 第三个复习内容是着复音的轻化和轻复音的着化 我语当中的复音有轻着之分 大部分的复音都是轻着成对的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有哪些成对的轻着复音 V D D S Z K G S Z P B F V C D C Z G G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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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护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护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还有一些是不成对的 比如永远都是音符音的 还有永远都是软符音的 软符音可能是我们在学习俄语语音过程当中比较难把握的部分 怎么办呢 送大家三个字多模仿 所以我们就还是来进行一些软音符音的对比联系 我们 信赞 订阅 订阅 повар, пётр, ты, артист, сыр, такси, яблоко, яблоки, книга, книги, стих, стихи, клуб, люди, рыба. Рис, вы, Виктор, бананы, Мина, Ваза, Зина, Завоты, Дима. 语音方面最后需要大家来注意的两点,一个是辅音连缀的读音,另一个就是前置词和后面词的读音。 辅音连缀是指两个或者是三个辅音连在一起,中间没有原音,所以在发连缀的辅音的时候,不要在它们之间加音。 我们同样还是要做一些辅音连缀的练习。 Где Кто Друг Брат Шкаф Здесь Слово Вкусно Много Стакан Окно Когда Журнал Давно Утка Кофта Сумка Буква Шапка Кошка Модный Цирк Торт Парк Мост Музыкант Проспект Четверк Встаю Завтра Студзентка Воскресенье 再来看前置词和后面词的联读。 当一个词前面出现前置词的时候,就要把它们当成一个词来读。 还是一样,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之前学过的前置词练习。 В метро В город В воскресенье В Москву В субботу В парк В сад В цирк В центр В пятницу На рынок На почту На выставку На завод На работу Настяновку Настяновку Я изучаю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Мой друг живет в Москве Он тоже студент Он учится в Сидуте Бушкина Мама Ана студентка Настяновку Настяновку Мой брат Настяновку Настяновку 英国的,英国人的,英语的 第二个单词是but 再是 这个是俄语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动词 我们在以后的学习章会经常看见百变的他 but 再是 but 下一个单词是giroi 英雄,主人公,中音在o上面 大家往往只会记得它是英雄的意思 那其实故事或者是电影当中的男主人公也可以说是giroi 英雄,主人公 接下来这个单词是 degabri degabri 这是我们一年当中的最后一个月 12月 中音在a上面 degabri 12月 degabri 下面 degabri degabri 道路路途 中音在第二个o上面 我们一般译上所说的道路都可以用这个词来指代 degabri 道路,道路,道路,路途,daroga 下面这个单词叫做zup zup 我们的牙齿就是zup 它是一个单数 如果表示我们有很多的牙齿呢 就要用负数 zup 当然单数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这个b需要轻化 zup 牙齿 zup 地址当中出现的哪栋楼几层多少多少是 这个是也可以用gobnade 不过啊 宾馆的房间我们就不用gobnade了 要用norme gobnade 房间 gobnade 下一个单词是istoria istoria 历史 故事 所谓文史不分家 要学好语言文学就不能抛开它的历史 历史是一个一个古老的故事 也是文明生生不息的脉络 大家一定要记得历史这个词 istoria 中音在o上 istoria 历史 故事 istoria 好 再来看下面一个单词 mali mali 小的 小号的 mali 今天的最后一个单词是woc woc 很 非常 中音在o上面 如果要说非常好就可以说 我挺合了手 它是一个副词 用来修饰形容词或者是其他的副词 我挺 很 非常 我挺 语音语调复习过后呢 我们就来做一个小测试 看看俄语的语音部分 你是不是能闯关成功呢 下面我们就来做一个小测试吧 好了 做过这么多练习之后 我们还是来看看今天战斗民族那些事里面都有什么新鲜事 上次我们说过了莫斯科国立大学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所大学 那么他的创始者是谁呢 就是罗蒙诺索夫 罗蒙诺索夫 他是俄罗斯著名的自然科学家 人文学者和诗人 罗蒙诺索夫是俄国自然科学的电机人 他创办了俄罗斯第一个化学实验室 还有就是莫斯科大学 他被誉为是俄罗斯近代科学之父 他在历史学 语言学 哲学方面都非常有研究 他著有俄语语法 也被誉为是俄罗斯现代语言之父 总之他是一个各个方面各个学科领域都非常非常厉害的人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多多关注 罗蒙诺索夫 到今天为止 那我们的俄语语音课程就全部结束了 俄语字母表大家应该已经是烂熟于心了吧 语音课的结束并不是语音练习的终点 大家还是要一如既往的反复的模仿练习 要记得语音练习是无处不在的 我们每一次发音 每一说一句话 都是学习语言的过程 所以多多坚持 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小伙伴们加油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请坐下来 小伙伴们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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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